花了一名蔡姓男子欠朋友3000元 两人在中央路上的一间槟榔滩下路相逢 喝了酒就在店内大吵大闹 因为不满被讨债 蔡姓男子竟然还绕朋友来助阵 拿着铁棍痛欧彭信债主 造成他的头部撕裂伤 而目前还在医院观察 一群人在马路上对着一名男子大打出手 不只是拳打脚踢 甚至还拿出棍棒狂殴 这触目尽兴的画面 就发生在2月27号晚间9点左右 一名蔡姓男子因为急欠朋友3000元 两人刚好又在中央路上的一间槟榔滩下路相逢 因为不满被讨债 喝了酒就在店内大吵大闹 老板把双方赶了出来 蔡姓男子竟由撂朋友来助阵 还把人打到重伤 什么情况 被人家打的 谁打的 我们都跑掉 救护车到场后 招打的彭信男子已经躺在地上 移动也不动 让一旁的蹊跷全都吓坏了 老公 等一下我给我 老公 我们救护车到达现场后 他的家属表示患者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有一群人下车之后 用类似棍棒类的武器往他脸上挥打 之后造成他的鼻子大量阻解及耳朵 左耳油耳肉的情况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达 现场经了解双方先前因为有债务纠纷 在该冰糖摊巧遇之后引发冲突 于是警方立刻组成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 掌握涉嫌人身份后 报请花莲地方检察署指挥 逐一追气到案 全案依刑法 妨碍秩序伤害罪移送法办 虽然警方到场后 动手的一群人已经鸟受散 但警方依据监视器画面掌握身份 将动手的五人以妨碍秩序及伤害罪送办 至于彭信男子因为遭到殴打撞击 头部有失裂伤 目前还在医院观察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